今日是如意的生辰 皇帝命李公公送来一只病地金钗 作为贺礼 离开时 李渔送给索欣一枝绒花 想让他讨个好彩头 原来李渔索欣和姜太医 本是一个地方的人 便经常互相照应 姜太医按自己的性子 山改药方被赵太医训斥 赵太医警告他 若是再如此 便不能继续待在太医院 索欣来看望姜太医 他送来自己亲手缝制的香囊 姜太医十分感动 表示自己一定会随着 皇上来衍起功 给如意过生辰 提起自己送给如意的簪子 如意说簪子都用莲花 为何皇帝却选了玫瑰 皇帝说玫瑰艳丽多次 令人忍不住要拆 如意起身行礼 称自己有一心愿 希望皇上成全 皇帝却说 有些人只能藏在心里 却不能说出口 如意请皇帝追封礼师为太贵人 位分不用太高 只是表明心意即可 如意一再恳求皇上 皇上十分生气 皇帝拂袖而去 怒气之下 皇帝走进了海长寨的房内 而海长寨 却塑在了暖阁之中 他表示 今日是如意的生辰 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能在今晚事情 内务府的行公公 命人拖着延禧宫的月礼银子 连送的下衣料子 也都是刺贡品 阿若十分生气 让这去内务府讨个说法 阿若在内务府受挫 回来向如意哭诉 如意却并不在意 索心求李玉 在皇上面前求情 李玉说 自己会尽力而为 纯平在皇上面前提了如意 惹了皇上生气 愤而离开 皇帝在宫内 听梅答应弹奏琵琶 皇上却心不在天 李玉给皇上上茶的时候 提到内务府外高采低 皇上想到 如意是看到了姑母 是如此主敬 才会提出那样的建议 并吩咐第二天一早 要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 如意见皇上了了一桩心愿 十分开心 太后已经看出 贤妃向皇上提议追风生舞 表示总会有人来为难她 自己不必理会 贵妃陪皇上来看大阿哥 贵妃对大阿哥十分关爱 皇上让大阿哥写几个字 给自己看看 大阿哥撩起衣袖 呀 大阿哥的手是怎么了 温兆 奴婢之嘴 来 皇上瞧瞧